农村路边的植物上总能看到一些神秘的白色泡沫 老人看到就会说这是蛇的口水吃了会中毒 是真的吗 白色泡沫究竟是什么 有人怀疑是路过村民土的唾液刚好挂在植物上 与植物的某些成分结合后才形成了这种白色泡沫 还有人怀疑是植物本身分泌的物质 为了防止牛羊将自己吃掉 亦或是被人类建塔所做的一种标识 还有更离谱的怀疑是 气候原因导致植物口吐白沫 人们最幸福的还是毒蛇留下的标记 就像狗撒尿一样 反正被沾染的植物是绝对不能碰的 会中毒 尤其是一种叫做蛇梅的果子 吃了蛇就会找上门来 老一辈的人认为蛇梅就是毒蛇的果实 如果被人类吃了 它们没有食物可吃 就会上门进行报复 实际上蛇梅的确是有毒的 只是含量很小 可以吃 味道也很独特 不能一次性吃太多 检防毒素在体内累积 伤害到自身 不过这种奇怪的白色泡沫 真的是传说中的毒蛇唾液吗 蛇类口腔里的腺体 基本上只有蛇上腺 蛇下腺 口角腺 上唇腺的 其中毒蛇还带有毒腺 正常的唾液分泌 正常的唾液分泌却是由三腺 和下腺和蛇下腺等腺体 加上唇蛇等部位的小腺体共同完成 很明显 它们不会吐唾液 之所以人们认定它们会 是因为它们会张大嘴巴 露出自己害人的口腔 给人一种随时会喷射毒液的感觉 但毒蛇喷射毒液 只是肌肉发生收缩 让储存在毒线里的毒液 经毒牙上的小孔 喷射到对方的身上 致使别人中毒身亡 既然如此 这些白色泡沫 究竟是来自何方呢 仔细观察你就会发现 泡沫中还有一些奇特的小虫 这些小虫叫吹墨虫 学名墨蝉 和夏天吵人的蝉是亲戚 只是它们一个是从土里孵化出来的 一个是从泡沫里孵化出来的 它们吐出来的白色泡沫堆积后 就相当于它们的房子 由幼虫到成虫 基本都在这所安全的房子里度过 直到褪皮后才会离开 否则安全锁就会变成枷锁 将它们困死在里面 另外蝉没属于害虫 它们都是以吸食植物根茎的枝叶为生 还喜欢待在较矮的植物上 以至于影响植物生长 造成植株枯死 尤其是农业上 木蝉还会形成虫害 导致农错物减少 给奴民带来损失 想要防治也很难 因为它们行动十分快速 身体只有两厘米 却能瞬间跳出70厘米的高度 弹跳力很强 逃跑能力也是一流 加上泡沫护体 一旦发现 就要赶紧引起重视 以免损失扩大 这些泡沫不但可以繁育后代 还能防晒 同时也可以抵御天敌 只要它们倒挂着 从尾部不停分泌白色泡沫 泡沫就会将它们紧紧包裹 这些泡沫看似恶心 实际上却是没有毒的 因为墨产的食物 主要就是水和植物的糖 那分泌出来的泡泡 自然也没有毒性